本節目內,主持人及嘉賓的言論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 大家好,歡迎來到3月12日星期二晚上的《納倫撒的香港人》,今集我請了真心教教主、鹹濕超和超哥和上來一起做節目,其實我也想請阿亨利一起上來,大家可以去討論一下香港政策上的問題,他很聰明,我如何攀附, 教授啊,但超哥特意選擇,不是星期二上來,不關我的事,因為錄影嘛。 今天如何找譚濕超和超哥上來呢,除了超哥最喜歡《尿士鬥飛》之外,我也特意找超哥和我合作一些節目,因為我和他都很合作的。 因為大家都是跟西環有,大家有些共同的嗜好就玩玩玩具 而且超哥很隆厚,又一直在鉤大利 messnaings,對我,已經是演交導的經驗了 當然超哥在馬平說,解釋一下你為何會與政府部門有這麼多交手呢 因為我們和史提侯都是左交朋友 教人史做社區的工作 會預約場地 接收投訴 有時會投訴別人 所以會周旋於食環部門 路政部門 康民部門 政府所謂公務員 其實今集的主題都呼之欲出 因為今集想狠調一些政府按鈕的立忍術部門 剛才超哥所說的三個部門 都是今晚要招呼的部門 這些部門 大家可能會說 整個政府都是立忍術 上至林鄭月娥湯 訪波 張建宗 下至下至全家產部門都是立忍術的 有個網友曾經給我評論 總之月入十萬元以上的公務員都是立忍術 我真的挺同意的 為何會這樣做呢 大家有時會吵食環狗 路政狗 或是按鈕 但其實他們都是按本子辦事 按一些政策 既定的章程去做事 有時我也是這樣說 你招呼他們 不如留點氣 去打大哥好人 因為你都是無人為攪拘那些社會低層要做事的人 我有時會這樣看法 但奈何呢 這些傢伙也拿著雞毛檔令箭 去履行他的職務的時候 其實也令到我們民間的很多市民 都調了火 沒錯 今天我們會招呼三個部門 你可能會說 其實還有很多市民 ICAC也有立忍術 教育局也有立忍術 黑警也有立忍術 大家放心 他們跑不掉的 因為我們要獨立有一層來調劃 特別是教育署 即是那些叫做教育署 是的 教育署有幾類部隊 幾類部隊 說真的 我也挺欣賠消防局 教育署局 我其實就不想弄勾他 譬如醫管局 現在弄那些護士 醫生都很慘 我們也不會 特別是在現在落井下石 所以我們盡量提供一些比較影響到民生 沒錯 我們今天所要集中主力 就要招呼這個全家產的盧政署 看民署 和食蚊狗 看民署更加和我的個人有仇恥 我曾經亦被看民署弄勾 待會在第二節我們來招呼他 先來第一節 招呼這個全家產盧政署 盧政署 我們給大家看一些照片 看完照片就有條片給大家講 這裡看到有個石的階梯 在上面噴了一些黃色反光的漆油 防滑沙 防滑沙 繼續去吧 這裡是城隍街 城隍街 這個就是噴了一些 噴到暖晒龍 到處噴 基本上他的工程就是留夜凌晨製造 好像是鱷魚一樣 一吹 吹到整個地上都是 好 再去 這是原本之前的城隍街 他弄了幾條 到最後就被街坊發現 他晚上凌晨偷雞製造 報警和搞得很嚴重 他就迫於無奈立即殺停 好 再去看下一張 都是這些 好 大家可能會說 鱷魚龍 超哥 你們兩個傻子 是否沒有東西找來吵 其實不是的 大家如果住在中西區 就知道城隍街 其實是一個非常富歷史意義的地方 沒錯 為什麼呢 超哥 鱷魚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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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以前的香港的中央書院 是的 另外再過一點 就是之前拍攝《歲月神偷》 最後因為 鱷魚龍 鱷魚龍 所以他才被林鄭 他們當時還是保育的發展局 最後就倒閉了 沒有拆卸了 成為一條保育的地區 好了 大家可能都不知道 那麼這條樓梯有什麼樣子 這些麻石就比我們全公司更老 過八年了 而最重要的地方 這條的階梯 曾經中國的國父孫中山先生 踩鉤著樓梯 沒錯 是的 其實下面 剛才有一張照片 看到他旁邊那邊 就是他那個叫做韓社 即是其中一個 是的 所以其實這條街 城隍街 樓梯街 其實都是八年老街 其實如果大家有看過 我其中一集的大院友樂 我們有說過 國父曾經在必烈喆士街 寄宿在一個 美國來的傳教士的家 而在必烈喆士街 每天走路回到中央書院 那條路程其實就是 必經的城隍街 這些路政署 無緣無故噴了防滑沙 為何如此 我們看看V2這條片 我如果 絕對會認 上環城黃街這條石梯 有過八年歷史 一夜之間 游上黃色的防滑沙 路政署說 收到意見 石梯滲腳 12月中 找成建商 用了幾萬元鋪防滑降沙 這麼久 有沒有扑那個老人家在這裡扑到 應該做的人不做 不應該就在這裡 來搞破壞 因為路面非常之平滑 下雨的時候 是經常鮮我們的徒日 我們也希望 路政署 快點可以做一個 路面的更新工程 其實我們中西區 那些路都很多斜路 和很窄的 下雨時間 它就會很容易鮮 民建聯就再三澄清 不是他們爭取 我如果楊鶴明有說過 我絕對會認 處長就說 收過意見 說老人家二線親 但沒有透露整防滑沙 是誰想出來 我作為當區議員 首先在做這個工程之前 是全部沒有諮詢 工程上面的手工問題 那個工程是不可以接受 現在的降沙已經黏得很實 如果用工具去鑿 擔心會鑿花些花肝癌 用溶劑又怕太餓 現在連怎樣清理 都要路政署股息板 跨部門開會去談 通知其他的部門 有這些文物價值的地方的存在 以及叫其他部門 要小心工程 這個其實他們主動都應該可以做到 因為路面非常之平滑 下雨的時候 是經常 好 這個路政署 為何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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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忍 做一些地區的社區工程 是 有時候路政署也會外判 好像食環一樣 會外判一些工程 給一些公司做的 這段時間 剛才你看到這段影片 你也看到 民建聯不太承認 呼籲路政署更新地區的一些問題 當然 他又出律師信 叫網民不要再亂說話 我是很害怕的 哈哈 那你弄勾他 我沒有 我也幫他澄清 你可以經常在肥明的網站裡弄勾他 我現在就是幫他澄清 他沒有說過 所以我專程找這段影片出來 網上有段影片 就是他沒有做過 但我再說回路政 路政就是他不太明白 到底他收到命令 他就照做 但他們不會很考究到底 會不會影響到 歷史、文化 會不會被掘到路爛了 蓋好之後 過兩天又被另一個工程再做 沒錯 整天都是這樣的問題 這裏就是 他說他收到有人投訴 平時在1823我們打他 就說有投訴 永遠都不會投訴 但不知為何這次 他收到投訴之後 他在48小時內 就不知為何可以找到工程公司 就立即留下凌晨 就去游泡黃色的垃圾 但就像外國一樣 他闖禍 被居民發現 他原來沒有做社區諮詢 而且原來這條樓梯 這條的方法如何防滑 亦都沒有人扛收過區議員 因為他沒有諮詢過當區區議員 還有這條過百年歷史的樓梯 其實在古蹟辦中 進入了一個程序 會審視 會不會是作為一個保育的 譬如旁邊樓梯街 就是一級保育的 你是不可以再去做任何重建 或者是作爛他 這條樓梯其實是進入了一個程序 但不知為何 現在盧政又破壞了歷史 所以他現在 再用多少十萬 或多少錢 接下來有三個月時間 會復收的問題 其實盧政可以歸納 他們納納納的地方 有幾件事 第一 亂來 第二 無論跟其他部門 或者相關組織聯繫 究竟他們所作的動作 會不會有相大不同的影響 第三件事 我發覺盧政署這群人 永遠做一些工程 都不知不知為何 好嫩來 擾紋 擾紋 即是很簡單 就是一條很窄的路 你應該把路弄了 一條單線行車的路 你扔我,你會做三個月的 你明白嗎 還有很奇怪 大家住西區 我拿回西區的民生來講 這條西邊街 是永遠都做路 就是做完電燈公司 應該就是煤氣公司做 左邊做完,右邊做完 右邊做完 右邊做完,左邊做完前面 然後就在後面 總之搞到整條路就沒有搞到好路 還有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發覺 在香港 我們是未能走過一條平坦的道路 每條路都是咬柴的 你媽媽每條路都是高低不平 因為就凹凸 我不能知道 我就經常咬柴 我是很欺負的 我走路我是八字腳 我是這樣走的 只要有些地方你不想平 我就咬柴 我就經常咬柴 就是道政處不知道為什麼那些路 就是全部都咬柴 全部都高低不平 凹凸 這邊就滑 這邊就不知道為什麼 修保是完全不能協調的 是的 這個就是他們 亂揪的 是不是 大家網友一下 如果你有走過路 就是在香港裡面咬柴 很多的 路突然之間不忍之下陷 待會就砍掉了 沒有人會理會的 這些咬柴 什麼固跡扭 就慢慢去搞 這些咬柴 民建聯雖然說他沒有找份 但是他也有說過 說吵架的路面不平 吵架的路面不平 走出來 走出來就吵架的路面 就扮了KM 但是民建聯就正如像蔣麗平之流 沒有學識的嘛 懂嗎 吵架的那些左仔 左仔就是吵架的 以破壞文化 破壞歷史為己任的嘛 任何歷史文物的東西對你來說 是全部要把我們吵架掉的嘛 我們這些五家產 不可以共存的嘛 共產黨 其實路政就是有時候 變了有少少像門口狗 或者共同 就是收到有投訴 或者收到某一些 或者死人塌樓 那他就去做 隨便去做 例如過馬路 好像我們一陣子都會說的 就是過馬路黑點 也不是第一次有人過路死亡 永遠都是不處理的 再死人 那他又去處理問題 是啊 我給大家一個例子 我是永遠不想明路政 很簡單的工程 都可以搞幾個月的 以下一個例子就是昨天我們在水街 我剛剛經過西營盤的姓安多尼堂 嫁下來的姓女師學校 即是肥明辦公室隔壁 調理老美 整一條路面 今天是2019年的3月份 他起碼要整兩到六月 有三個月的時間 我們播一播V1的影片給大家看 好 這條路整天都會做的 整天都會做的 那邊幹什麼 有 還要做到六月 你不做的 夏天又來又來又來 新的又來 好 西洋地藏 麥超哥 麻煩你解釋路政署 這兩個地方 一個就是在 現在就是在第三階 和水街的中間的地方 一邊就是向西營 去到 聖安多尼堂後面 一邊向東延 就是西邊街那邊方向 西邊街令會那邊 兩邊都有工程 我印象中我跑步經過 剛才向東 你為什麼要說你跑步呢 現在你跟廣大的 還有說你注重運動 是啊 你這個人有 剛好那次我跑步經過 就看到他們有工程 是 原來那邊向東那邊 原來就是他在做一個 叫做半尺的工程 是 其實半尺比我那邊更加少 是 你在哪裏 你現在要扭一半尺 就是我 我的手 一扎 半尺就是六吋 對 六吋 六吋 現在剛好一尺 現在這樣就半尺 你明白嗎 他擴闊了半尺 為什麼要做半尺 我也不明白 因為肥明說那條街很窄 是 他覺得那些老人家 多半尺路就容易走一些 不過肥明就是一個叫楊鶴明 就是水街的民建聯區議員 肥明是 這個人也挺麻煩的 真心這麼說 他就說要爭取 就擴闊那條街的六吋 六吋 其實很奇怪 其實那條街已經很窄 很窄 剛才有看 再播一次給大家看有多窄 窄窄過幾個條 在那邊是石女 不要這麼窄 那麼窄 喝 這條街 整天都要弄 整天都弄 整天都弄 那邊做什麼 還要弄一個六月 你不弄,夏天又來又爆 這些叫小地區工程,其實就是不弄好過弄 因為你擴闊了6吋,擴闊一點,擴兩尺 條街寬一點,人家行得好一點 問題就是你路正有沒有用過腦去想一下 其實你搞擴闊六寸的工程 是不是對社區會有好處呢 其實我再說一點點 那裡在潘咸道 在山道口有一個迴旋處 那裡就轉來一隻聖安多里頭 那裡的司機 我們經過在這裡住了二十多年的觀察 每個人的司機轉來就扔下來 如果從那裡扔下來 其實就是很急車速 去一條這麼窄的路 其實不要忘記那裡還有一群小朋友過馬路 是非常危險的 現在你整闊了行人路 但其實將這條馬路相對收窄了 是的 我們反過來譴責 譬如我們有時候做社區都是說 你路證就不要用擴闊行人路去吸納你的支持者 等於我說我給你一點錢你當然是爽的 但我沒有了 那你就收窄了一條馬路 其實收窄了一條馬路也是有風險的 是的 所以就會很危險的 那裡曾經也有車衝下來是炒過車的 是的 你記得嗎 轉彎那個位置 轉彎那個位置是很快的 很急的 再將這條馬路收窄就是大冷漠的 這個是一個沒有經心思熟慮的 又是那些肥名屌氣老母 你又亂搞這麼不妨 搞亂街坊的環境 你這麼笨就扔掉豬籃做豬籃 搞這些傻的 通常去到選舉年 因為選舉年 西營盤街坊的 你選這個楊學明就抵死了 也是的 現在大家拿來受 那你跟著這個路政署 就扔掉了幫建制 就亂搞 人家要求你 民主黨或者其他政黨要求你 沒有人理會 不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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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為什麼會這樣說 你想想他用工程 找些什麼人來做 其實那間工程 那些錢是在哪裡 就是超興 我們認識的就是超豐 超豐的就是簡體字的那一封 就是將三封三百多 超豐的工程 就是跟中西區簽了 跟路政署簽了一個叫做 區內的工程工作 所以其實他們就 我合理地覺得 整整天很多工程都是 左掘掘 右掘 然後給他做一下 譬如好像剛剛上次 就是剛才我們 那整個就打龍通 一條狼樣出來 request要做 哦 那我知道 如果自己人 我就馬上做 跟著外判 全臨部can 錢 就給了一些中資 或者是建制旗下 自己有的 就是拿餅撒 錢就這樣去 所以其實路政就變成 他就收訂單 你叫我做 我就做 但是他也不會反抗 他也不會思考 其實你收窄了一條馬路的時候 可能會有危險 甚至其實你 擴闊 寬赤 其實根本的 優勢是很低的 不會對街 或者對社區 是有 叫做 升級了 分分鐘還危險 對 但是他也是 暗躲躲 就照樣 就是聽到指示 一到三點鐘 那些小朋友放學的時候 其實走來走去 你怎麼還收窄了 車子扔下來 鬼那麼急 其實下面 往後帶到西 他擴闊了之後 其實已經是有塞車的問題 因為他收窄了一條馬路 是的 那你不要忘記 還有校巴會衝過來 是的 你會記得馬路政 所以路政就是要吊一下 好 以下播這段影片 我們在堅離地城 堅離地城 善美飛路 善美飛路拍了一些實例 證明路政處班長 屁股想事 暗躲 以及求仁奇做事 這些就是政府的概念 待會兒再給大家看一看 再給予那條暖過馬路 好 來吧 招哥 我們說今天 立任職的公務員 那這裡我們 阿婆來 給予那條暖過馬路 是的 其實這裡是很危險的 那為什麼我們 我們不是譴責非法過馬路的東西 我譴責一下 為什麼你不譴責 你這樣做膠嗎 我們是說路政處 是的 是的 其實這條街 幾個月前 曾經有個老人家 就是因為這樣飛發過馬路 是 中間就 Jaywalking 是的 就被車死了 是 因為這裡的街坊 真的很不喜歡 根據交通條例的馬路 你那些西環友 這麼狠狠的 你好氣到沒有 真的有 沒有鬼沒有鬼 沒有鬼沒有鬼 那西環友 那他最後呢 就是因為車死了老人家之後 是 那路政處就 黃陽寶路 是 是 你見到一些 譬如 阿岳聽過 就見到一些黃色的 一些叫做 暗示的欄杂 暗示的欄杂 就鋪了 聽說有時候你家裡也有這些 阿嫂不給你回家 是的 就是用這些欄杂 因為之前就整條欄杂 大家的那個位置 是 完全不給過 就是希望那些老人家 就是留意問題 為了希望街坊 不要再在中街坊 是 但是路政處呢 就是鋪了那個位置 就停了 就是他的思維就是 我… 我在做事 是的 有人死了有人投訴 這個位置又一個 這個位置又… 那他就鋪了就算了 是 但是他沒有去再改善 到底是不是真的最後 盡快去落實處理 這個叫做永久難關的問題 是是是 久而久之呢 你又不開始看到那些街坊 就再拆開那些欄杆中間 是 又繼續去過 那不知道… 就是不幸運下一個… 下一個街坊是誰呢 到時路政又是做回… 那其實你看到 其實… 路政處 這些公務員呢 其實他們做事是很… 躁忍期 躁忍期 或者是… 做了就算 收到 又來了 又來了 阿叔 饒鬼拿命 嘩 饒鬼拿命 剛剛走了一個 其實這條街是很危險的 因為真的… 這條街坊很急的 對 因為其實它轉彎下來 有時有些… 即是它都想衝… 即是叫做衝過來這個位置 衝燈 就算… 你看一個阿婆 還有一個阿婆走過來 嘩 見過你了嗎 其實是… 真是全部療鬼拿命的 這些傢伙 真是… 都… 所以其實我們都… 街坊呢 Sorry 其實都… 非常關注這個問題 是 但是路政處就是… 你不是區議員 基本上他又不會做 那麼區議員上次來 拉張Banner就說關注這個問題 那麼叫路政就… 弄了一些叫臨時的欄杆之後 就再沒有改善過問題了 但是久而久之 其實再下一次有人死 或者再下一次有人… 即是受傷 那麼他又可能… 我們又收到頭刀 又繼續處理包紋 即是永遠… 就是這樣路政 就是… 即是… 頭痛醫頭腳痛醫頭 沒有根治的問題 OK 好 麻煩你招哥 錫山街就跟著… 就轉左上士美菲露 對 跟著就… 上面就是… 上埔菲露 上埔菲露 那換句話說 這條就是在… 德庫道西 應該是堅離地城 堅離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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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都是很繁忙的 算是主幹道其中之一條 沒錯 那些車其實是很多車的 那裡就是… 其實我們看過 其實那些車的車 過來時 隨時會沖黃燈 會 是嗎 是的 但是我發現有一個問題 西環的傾養 全部都是全家產 即是… 好嗎 剛才三分幾鐘之一條片 大家也會看到那群的死老鬼 起碼有十個 十個老鬼 為何要被十個老鬼 三隻走路 冷靜靜靜靜靜點 老母親就不要鬧鬼就拿了命 在那裡慢吞吞吞的風 走過去 好 你看見到路政署 在旁邊 就想封鎬了它 看見那些 全家產西環的刁紋 拆掉其中 開了幾個缺口 開了三四個缺口 仍然是無事地走過去 如果大家會問 原來你在片頭說 你說去年撞死婆婆 超哥 其實那個事件是何時發生的呢 那個事件是去年2018年9月 我記得是9月10日 11日 婆婆和你兩手 為何這麼清楚 我今天做了功課 看看民建聯的區議員 他何時爭取這條旗艦 所以我回憶原來是9月11日 換句話說 差不多是半年 剛剛好半年了 今天是3月11日 對 正確半年時間 你跟我說 你還要放一些水馬在旁邊 放一些臨時的鐵集在這裏 而你為何不成功地做了這裏 阻止西營盤 西環堅尼地城 那些臭屁 刁民 死 廢腦 三隻腳走路 妄視加東條例的屌氣老母 那些鬼拿命的街坊 沒錯 是解不通的 那些臭屁 48小時 你就可以毀壞了一條屌氣老母的民民大道 百年大道 孫中西那條狗毛 可能在那裏 倒塌了石頭到你便噴了 但是這條路這麼簡單 你搞半年也搞半年了 搞半年了 你抗腐工程要搞六個月 搞到六個月 就是搞三個月 你弄一條欄杆 有多難呢 有現貨的 有現貨的 你來判斷他 倒塌了 是不是再有人死 那個是否到肥鳴 撞死他 民建聯有個居議員 撞死了 立刻 第二天24小時以外便封了 肥鳴我是你為死居 你快點被車撞死他 然後撞死你 立刻成功爭取 不過那區不是他做區議員 也是民建聯的 民建聯的區議員 你快點撞到孫道 在那裏被車撞死 路政處就立刻撞死他 因為有很大的壓力 對 你撞死你了 你撞死你了 要快的 你又不撞死你了 你說要做研究 不用做研究嗎 剛才我和阿超哥站在那裏三分多鐘 已經告訴你 西營門的居民 竟離地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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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罔顧交通安全 已經是交通黑點了 不用做研究嗎 其實他做這個研究 不是由那次死亡 其實再之前 其實不幸的事情 就不是一次 不幸的事情 每天都發生在香港 但那個位置 其實是第二宗 幾年前已經再有一宗 小姐姐要賺錢 對 做成功工程 那些 就急著做 這裏就不知為何 搞很久 搞不定 我們其實都跟他們 有親自和路政溝通過 都說過 其實你 希望你盡快處理 沒有了這件事 不知為何 其實他們 其實路政 是有些困難的地方 是可以去打尖去做的 如果有一些叫緊急工程 其實他可以跳過那個程序 是馬上去做的 譬如你剛才 八年老梯那裏 他就用了那個叫緊急工程 我也不明白 有多緊急工程 當天發誓 是的 我向燈火發誓 我小時候已經在中環住 然後我23歲 回到香港住西營門 我還沒聽過 滾樓街 滾樓街 滾樓街死的人 是的 他就說緊急工程 要打尖去做的那件事 你根本就是有些人反智的 其實是狠狠 完全狠狠 所以有時候 屌狠到他們都 撻皮也好 他就這樣 譬如有一個 他被我們屌狠到怎樣 我也是 我知錯 沒有辦法 我們去申訴部 我投訴你 好吧 你申訴部投訴 他就像是大巫師一樣 屌狠蛋 即是同一個在廟街中 從事了性工作 30年的老企 那樣 來吧 快點 抹開門 就插進去 女子 做到已經滑散 滑散 這些人都這樣想 浪費公帑 不抑散 搞亂 妖民 妖民 這是立品萄 公務員的其中一個環節 我們先休息一會 我們回到第二節的立品萄公務員 我們再撂撂撂去老美 全家產刊民署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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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